当时我夜想 也不是处女了 反正你怎么 那你能怎么呢 你就干一下了 能咋的 你说能怎么着 想开以后 女人干脆坦然接受 因为她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个亡命之徒 如果不乖乖听话 很可能会就此多掉性命 可虽说在生死面前 尊严早已不值一提 但唐彩凤每次说起这段残痛遭遇 还是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她说她是杀人的通缉犯 在她手里已经死了三个女孩了 你知道她当时怎么对我了 从抽屉里拿着一把刀 逼在我的脖子上 我脱衣服 把衣服脱了 我刚二十多岁 我女什么样 对一个出入社会的女孩来说 这次经历足以造成一生的恐惧和阴影 可唐彩凤却没有软弱的机会 她太要强 也不得不拼命在这个社会榨根 虽然只有二十岁 但她却已经经历了太多不幸 刚出生时就没了母亲 家境贫穷却还有好几个兄弟姐妹 十六岁辍学初来打工 却被一个浑浑拖进玉米地里强保 后来又遇到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将她骗到家里后再次侵犯 对方甚至拿出刀来想要将她杀害 而生死面前 唐彩凤只能毫不犹豫选择保命 不但装作十分镇定 还在临走时特意留下自己的练习方式 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一般的女孩不会像你这样 早就已经早就完了 她就说我特别会来事 特别特别害怕 怕得就简直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你说你一个人说白了 你一个人出来 就是说没有人去保护你 没有人去对你怎么地的 你说你遇到那种情况下 你只能说你自己 通过你自己来去应付很多很多事情 没人依靠没人保护 唐彩凤不得不咬碎了牙 自己保护自己 这天之后 她干脆把心意横做起了发廊绿 后来又凭着从男人身上赚到的钱 招了几个喜头妹 自己开启了按摩店 她是常将自己当年的经历 说给员工们听 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男人 做人 尤其女人不能太贱了 男人 男人是什么呀 可唐彩凤嘴上虽然说着狠话 心里却又无比渴望被人爱护 外壳坚硬的她 只有在喝过酒后 才会露出柔软的一面痛哭流涕 朝着手下的姐妹发泄发泄多年委屈 我特别需要需要一个人 抱着我 我非常需要那种安全感 你知道吗 我在北京 我在很多地方 你知道吗 我很孤独 没有人保护我 我只能靠我自己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 她不需要说是 她的事业多么成功 哪怕说是我一定要拿 我挣六百块钱 一千块钱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公 放心我 女人这个是最大的 一辈子的幸福 我没有 这就是我的 唐彩凤的素酷 深深感染了在这里上班的小姑娘 第二天一大早 她便跪在唐彩凤面前 要认她做干嘛 而孤单久了的唐彩凤大受感动 当场便掏出四千块现金 给干女儿做了改口费 以后你知道吧 就是我亲的姑娘 我的所有的财产 各个方面 你把我养了 我就 知道吗 而且我说你也要听话 然而亲情上的温暖 并不能密布唐彩凤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 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给自己改命 于是第二天 她便来到燕郊的城中村 找到一个名叫利百成的算命人 想要请她帮忙看看 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一个真心爱自己的男人 然而唐彩凤终究还是失望了 只见利百成将她的生辰八字写到纸上 一番加算后得出一个结论 孤独命 这下唐彩凤的心彻底跌落谷底 她肯求对方给一个破解办法 李百成给了唐彩凤三个选择 唐小敏 唐小慧 唐小燕 而唐彩凤最终选择了第三个 她将新名字写在纸上攻在了台前 准备按照李百成的吩咐 工作整整一百天 然而时间还没到 唐彩凤便出了事 她的按摩店被仇人举报 干女儿也被抓了现行 因为扛不住询问 最终供出了唐彩凤 女人当天便被关进了拘留所 出来后又把按摩店对了出去 从此下落不明再无音讯 得知此事的李百成不免唏嘘 她经历过太多想要改命的人 可真正最想改命的 却是她自己 李百成出生和北青龙县 家里四个兄弟却格格都是残疾 李百成发病罪早也最严重 父母在世时 她还能勉强吃得上饭 而父母已死 其他三个兄弟便迫不及待将她赶出家门 李百成不得不拖着一双残腿 一边流浪一边要饭 直到遇见一个好心人 教了她些算命的本事 才终于有了虎口的银声 而吃饱穿暖后 孤单了半辈子的李百成想到了成家 在没人的介绍下 她认识了比她还可怜的石珍珠 这个女人从出生起就聋牙傻残一样不落 十岁时 唯一能庇护她的父母也因车祸离食 哥嫂嫌弃她是个累赘 干脆将她扔进三面头封的羊圈里自生自灭 夏天闷热一场幼蚊虫坑药上能忍受 可一到冬天 石珍珠就被动得嗷嗷直叫 狠心的哥嫂对此视而不见 平时也只是用一碗搜了几天的饭菜打发美美 几十年的虐待 让石珍珠先添残疾的腿 又加上了扭曲变形的毛笔 可同样残疾的李百成却并不嫌弃 讨价还价后 她用130块的价格将石珍珠取了回去 用李百成自己的话说 这叫喊不择一平不择气 她只想孤独的生活有个半 顺便还能解决生理需求 而石珍珠虽然不会做饭不会洗衣 就连饮食起居也要被人照顾 再苦再累也能相依相伴 夫妻来就这样相濡以沫度过了二十几年 李百成平时赚来的钱 全都给妻子买了要治病 而石珍珠也时常靠在丈夫肩头 乐呵呵的傻笑 面对生活的磨难 他们从没抱怨过 可偏偏最近遇上严打 算命的生意十分惨淡 李百成干脆锁了门 准备带石珍珠回一趟老家 她已经申请过好几次残疾补助 可每一次都无疾而终 趁此机会 两口子一起来到了相关单位 拖着四条行动不便的腿 吃力又缓慢地登上设在三楼的残联办公室 可面对工作人员 再算命是指点江山的李百成 却突然变得紧张又局促 说来说去 不住的事还是落了空 回延交的路上 李百成又带着妻子去了一趟寺庙 腿脚不好的她虽然行动不便 但还是坚持住着拐账 艰难地登上高高的山街 在往功德乡里捐了二十块钱后 跪在菩萨乡前许下了心愿 观音菩萨在上 凡名李百成 今天给观音菩萨上上 目的就是 保佑李百成 我们福气的人 是平安顺利 别无擦求我 请不吝点赞 订命菩萨